咱们刚刚完成了基本的社会语据的一个练习加强 即杨文哲 还是一张表 只不过咱们通过不一样的社会语据 从固执表里边插出来的信息 五花八门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地方咱们还是回了对基本的样子来 不管怎么说 我确确实实确实只有一个数据表叫做固执表 那么只有一个固执表的时候 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的 比如说同吗 我觉得呀 我这个笔记本这个名字写错了 比方说新一家笔记本 那么请问你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请问是不是都立马改呀 大家是否有印象 咱们在一起讲MySQL第一天的时候 咱们说过了 Hero和技能的那样 是吧 比方说那个桃桃会这个技能 桃桃这个二代桃桃三代也会那个技能 请问那么将来桃皮也会这个技能 那么请问 如果你要是每一个英雄都学会这个技能 是不是将来一项改是不是也不好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干什么呢 其实我想接下来你要注意听了 接下来社口语句就比较少 不多 但是你要明白那个思想是很重要的 即一张表里边的这些信息呢 能行 但是有缺点 缺点就在于你对数据的登山改查的时候会比较复杂 因为在所有的数据都在一张表里边 那么真正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开发呢 它是往往有N张表组成的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记下来的目的 这个时候咱们记下来的目的 那么咱就要把 在一个故事表里边的数据呢 给它拆出来 记什么呢 把你这个地方原来写的这个叫 Cat name 别囤名字了 你看你现在 你现在不是还是囤的名字吗 把这个Cat name和Brand name 给它改成Brand ID和Cat ID 把你的这个信息呢 找另外一个表存起来 把你这类的信息呢 找另外一个表给你存起来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方向是 拆表 这个要重要 这个要比社口语句要重要 这思想是重要的 代码呢很少 听明白咱的目的了吧 把一张表里的数据给它拆成N张表 这就变成了关系数据库 N张表组成了嘛 那么想要拆 什么大体的方向 咱们先建了表 把笔记本放在一个表里边 把超级本放在一个表里边 所有的笔记本 变成那个表里边的组件 所有的超级本 变成那个表的组件 你说试试到底吧 那这是不是解了吗 所以说第一步 咱们要创建一张新的表 那么在这个地方中吧 创建一张新的表 像这种东西啊 咱们呢一看就行了 因为咱们大家都会 Create the table 固执 接下来ID是名字 int unsigned 无符号的 组件 这种增长的 name 40个的 not not 这是不是和之前很像吗 但是WeDo不一样 多了个什么呢 if not exist 这啥意思呢 如果要是不存在这个表 我再建 如果存在 我就不建 就是你额外加的这句话 就缝止了你的社会语句 在去做的时候呢 它会告诉你什么 什么数据表已经存在 这么一个问题啊 好了 那么这个能理解我意思了吧 建立一个新的表 有个ID 它是印象 onsigned的 有个name 40个 好了 把这个拿过去 理解过程啊 这个过程要比这个社会语句要重要 懂 创建了 so tables so tables 来咱看一下 是不是当前咱们这个表 是不是就建立了吧 同理呢 咱们接下来 是不是有应该按理说 是不是再建另外一张表了吧 那么咱先别忙着建 我先给你走一遍 那个你也就会了 就是我先把一个给你走完 那个是不是也就会了 先创建了一张表 请问同学们固执开特色 你猜猜咱们将来这里边 能存什么 是不是应该存他们这里边的具体的这个信息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呢 我想要往这个表里边存这一列的信息 你能存相同的吗 你能把所有的这个地方标记了22个这个类型 全部都放在这个叫做 叫做这个表里边去 你是不是应该去从 是不是再能放在里边去了吧 所以说同学们这个地方怎么不多 select 你用distinct的也行 你用分组也行 比方说我用分组的话 catename from goes 然后 group by catename 我在写的时候 你也可以想一想 是吧 懂 大家看 是不是这就已经是拿到了catename了吧 那么咱们拿到了这个东西 请问咱们得到的结果是由一列是不是组成的呀 那其实这就叫列记的查询 其实这就叫列记查询相当于 那么咱们把这个结果当做一条信息 然后扔到这个表里边去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呀 反正当咱们想往这个表里边扔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就隐色的阴图呀 那么隐色的阴图往这个表里边扔 这个表里边请问 DESC goes 下号线 kaiters 这个表里边是吧 ID不用咱管 是不是写了内容 因为说你只要把这个内容拿出来 是不是就往里面扔啊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做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一个创建 创建这个表咱们有了 接下来咱们查询查询 所以就分类咱们有了 按理说咱们接下来 是不是往这里边 是不是要写数据了吧 因为你的ID不用管 所以说咱们就指定列 往里面查一下吧 切记 同样这种时候 不用写外流了 不用写外流了 insert into goes kaiters 你写上你要查的那个字段 然后按照原来咱们的方式的话 是不是这个地方写上Values 是不是后边写了一坨的纸啊 对吧 原来写上Values 但是现在呢 毕竟是你这一坨的纸 是从哪里边查出来的呢 是从另外一个表里边查出来 有这么多列 这一列里边有多行 所以说同样 这个地方呢 事故很多次 不用写外流 写上Value反而不对 那另外一次了 不用写外流 好了看着 insert into 往哪个表呢 goes kaiters 你如果要是没写东西的话 请问是不是就直接 直接理论上讲 是不是直接写外流了 但是咱们现在要是想指定的话 是不是写上 咱们给这个字段 什么插动一下 按理说 咱们就想Values 对吧 接下来应该是 select kaiters 就是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分组的那个 是吧 把这个当作一个select 一个字语句嘛 from goes 然后group by kaiters name 看一下 goes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挂了吧 他说了你想这个东西就不行 记 如果你这个select语句的 这个地方出现了Values 这个地方呢 其实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那么怎么办呢 看着 把Values抹掉 你也没发现 是不是7Raw是effective的 对吧 就像已经生效了 那么这个时候 select 新 from goes kaiters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数据来了 对吧 像这样的 一会儿写Values 是一会儿不写的 不用背 你只要到等会去记得 你到这个地方去查一查 就可以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种东西没有必要背了 你背的是什么 这个条件查询呀 逻辑的那些东西 然后这个 这个 Limit 限制各种排序 那个是需要背一背的 而这种东西 到时候一查就行了 听懂了吗 实际开发又是由 MySQL开发文档 一查就行了 不管怎么说 咱们把 刚刚咱们这个 select语句的结果 当做一些数据 往这个表里边插入 请问是不是已经实现了 那么数据已经有了 是否也就意味着 咱们描述一下 现在这个表的话 是否已经变成 我只是纠粒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变成了 比方说 台式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叫台式机 是吧 好了 删掉 台式机 然后回测 比方说笔记本 那么我复制这两个 复制一份 粘贴到这个位置来 好 那么 假如说这个地方 有个主件叫401 至于这个主件 它从几开头 你想从几开始 是不是也可以设置 默认从1开始 假如说是从401开始 你设成1也没问题 他们看着 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表里边 已经有了 这个类型 一个名字 这个表里边 是不是还是原来的 这个信价 你看一下 select 信 from 故事 这一列 是不是还是原来的 那个写的那个名字了吧 那么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多啊 诶 是你你会怎么多 咱们的目标 是朝的哪个走 目标 把这个台式机 应该换成401 把这个笔记本 是不是应该换成402呀 那么这种时候 咱们又应该怎么去多呢 咱们我要问你了 我最终想要更新谁 是不是要更新 故事表里边这个 开车内码 此时这个 这个字带 是不是还不叫开车内码了吧 我是不是应该是 社固语具大体的先方 应该是 update 然后谁啊 update 故事 然后呢 然后大体的方向是set 然后开车 下回下内码 应该是等于 比方说401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所有的都变成分了一呀 那么我后面 是不是一定会写上 是不是一些条件了吧 我把它合并成一个单元 给了怎么合 全选 合并 集中 好了 那么请问同盘 按理说 是不是接下来写上 where条件 即where kater name 等于 台式机 台台台台式机 那么按理说 先找到台式机了 换成401 请问是不是 这就是update更新了吧 对吧 但是呢 当我去这么多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得手动写台式机 而且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得去写上这个东西啊 那这段麻烦 如果我这里边有一百种种类 那你就完了 你就写一本去这样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应该是这样的 我的大方向是update这个表里边的这个 段的这个和这个 这个 这个 是不是全部都离开 那么我能不能让这个表 和这个表进行关联 关联之后 只要你的这个和这个相同 我是不是就能确定 是不是这行 我确定这行之后 我把这个值拿过来去覆盖这个值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简了吧 那所以说呢 接下来我要跟你表达的意思是 update里边也可以用 两个表来一起做 即关联的方式 大家懂吗 接下来咱们要干什么呢 同步这个数据 看一下这个社会局 update固执表 给它起了名 inner joy 你先看这 你先看整体吧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整体 update固执asg 这下不看 我把这个抹掉 抹掉抹掉 这个过了 从这抹 看着 能认识这个社会局吗 update固执asg setg点他等于一个值 请问 只要我确定这个地方这个值 这是数据简了吧 那这个地方这个值 你是填401呢 还是填402呢 还是填几呢 我就不确定了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再把get的东西它抹掉 看着 来了一个东西 叫做 叫做 inner joy 这个表 asthi 就是thi了吧 请问 既然有inner joy 后面是不是写条件的话 是不是写on了吧 看我写的东西 g点catenin 等于 thi点name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里边的catenin 等于这个里边的name的时候 拿着你的台词机 到这里边去找台词机 是不是就确定了 你们俩相同了吧 如果相同 请问 我是不是锁定了这一行啊 那么我接下来 把 他的id取出来 给这个name设上去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捡了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表啊 它就可以这么更新 我再说一件 拿着这个 到这里边来找 找到一个 那就确定了这一行了呀 我就把这一行的401拿过去替换 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接下来还是有update 好 大家咱们试一下啊 update 叫什么呢 故事 啊 故事 大题的方向是set 故事点 什么 catenin 是不是应该等于一个值啊 对吧 这个值是什么情况下的一个值呢 咱们这个词语说了 update的故事 然后sg 是不是相当于给它起了个名而已了吧 sg 然后inner join 就内连接来 年连接谁呢 故事 catenin 好了 他们既然是有音乐作业 这是不是咱们往往是不是就有on啊 on什么啊 s sc 来 g点 是不是这个g点这一列的 是吧 然后叫做on g点 katenin 等于 c点 如果这个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咱们就set g点 katenin 等于啊 c点 id 是吧 321 走 22方生下 那么接下来你再去select 新 from 故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了吧 那你怎么知道对还是不对呢 这个很简单了 咱们试一下 katenin 来咱们对比对比啊 咱们找一下 随便找几个 随便挑 咱们就随便挑 选这个吧 选这个 选这个 这个地方呢 他写了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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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体机电脑 来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他写了个1啊 他原来是台式机 没错吧 再马上找一个 咱们随便找 找一个这个商务双肩背包 是3这个 是6这个 请问6是几呢 笔记本配件 咱们再验证一下 这个什么什么超级本 已经写明白了 超级本 请问是不是7啊 7超级本 是不是也可以 也就是说呢 这种情况下 你验证好几个了 基本上就对了 基本上就对了 没什么问题了 这就更新了 对不对 没问题了吧 那现在不就已经实现了 由原来这里边存储的类别名 已经从共的抽取到一个类里边 一个一个表里边去 而且此时 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401 而接下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402了吧 这不就是好改了 如果接下来你有个类型 假如说还叫401 请问他吗 我接下来这个401和这个401 是不是对应的 是不是都是台式机啊 你觉得台式机不对 你把台式机一改 是不是这个和这个对应的 只是立马来改了呀 所以说方便就在这 这就是一定关联了 这个表 这个阵段 关联了这个表的组件 它 关联了它 怎么办 嘴挑 看看我这 我接下来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 我呢 再插入一些数据 插入一些数据 往这个固执表里边 往这个固执表里边 我再插 往这个 开车这个表里边呢 我再插一下数据 等大家呢 可以看看 我往这个表里边插一下数据 插 好了 我往固执开车里边 插了个路由器交换机 是不是还往开啊 好了 那么我再写了个新花 现在是几个了呢 是不是12个了吧 我插入这个数据之后 我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还有一个字要插入 看清楚我现在插的是谁 insert into 故事 等等等等 你所有的信息 是不是往往里面插了吧 好了 旁边看啊 Kater ID 这个地方我还得改成谁啊 这个还没有改啊 好了 旁边看照 仔细看清楚 select a thing from Goose 是不是有了个12 没错吧 那么你select a thing from 叫 Goose 下回现 Kater 你看一下 它的最大值是几 有12吗 是不是没有12 同学们这说明了什么 这就是说明了一点 你在去网里边插数据的时候 好像这个地方不应该出现 不在这里边的值 你说没错吧 你属于哪个班的呀 我属于12班了 那12班的信息是谁 反而没有 这不就不对了吗 所以说同学们这个地方 你插入这个数据是不对的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的大方向应该是朝着哪走 同学们 咱们刚刚已经完成了 由圆了一张表 已经拆出了一张表了 但是咱们经过咱们的语气发现呢 这个表里边 如果我插入数据 如果是和这个表超出了它的范围的话 是不是将来 他们俩什么没有一个限定了吧 他没有约束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咱们接下来要去多了一些东西了 首先咱们说第一部分 同学们爱得改啊 这一列里边囤的看上去是数值 这一列里边 这个地方看上去 是不是也是囤的数值了吧 那么是否它们的类型是一样的呢 看着啊 DESC故事表 DESC 然后故事 Kaiters表 来咱们看看 你的这个Kaiters name 的类型是Watcher 你的name 不是你的name 是什么呢 是不是你的ID 同学们 你有没有发现 一样吗 根本就不一样 没错吧 所有人说这个时候 同学们 你看上去 囤出来都是相同数值 但是在这里边 存的是数换 但是在这里边 是不是存在一个 整体的数值啊 所以说它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是什么呢 因为这意思 你原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 你存的是名字 你写上Kaiters name 是可以的 首先名字 咱们应该改成 是不是改成Kaiters ID啊 那么一般 这个名字的规律 是什么东西 一般呢 就是写了什么什么什么ID 就如果你这个表 是一个商品的分类表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商品分类表 然后下回下ID 那么这里边 存的是什么数据 它的类型是什么 咱们这个地方叫什么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这是一般都是这么多的 千万不要 我就是存数值 那将来有可能会出问题了 听得清楚了吗 有两个地方要改 第一个 要把这个改成ID 第二个 它的类型 要改成和它的类型 是一样的 那请问同学们 我就问一个问题 原来咱们说过了 更改表结构 是不是用Altotable 是吧 Altotable里面有 Altotable 又Change 又Modify 是吧 我接下来的需求是 既想给它的名字 又想给它的类型 是用Change 还是用Modify 这个时候如果忘了通吧 很简单 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会去 简单一看吧 那么咱们掏到数据表的时候 在这里边 掏到数据表 那更改表结构 这个地方有一个成为名的 叫Change 有一个不成为名的 是不是叫Modify 他们俩唯一的区别 就是如果你是Change 这是原表 原则端的名字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新则端的名字 后面是不是你该怎么写例行 是不是怎么写例行啊 所以说同班 你会发现点 适当的回去看一看 忘了没关系 你回去看就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 咱们接下来就修改了吧 修改表结构 那么怎么修改表结构 是不是有Altotable 是不是来修改 Altotable Change CatName CatID Int onSign 请问他们 为什么我要写 Int onSign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写Tili OnSign 注意听 如果你这个字段 例行 是Int onSign 请问 它的范围 是不是很大很大 你把这个范围 给它改成Tili Int 请问它的范围 是不是很小呀 最大值就255呀 那么请问 我将来 我这里边 有可能有N种类型 我接下来一想写 那个类型的时候 它的值超过了 255 我这个地方 立马就废了 所以说他们 懂我意思了吗 你这个地方 类型是什么 反正就老老实实的是什么 听懂了 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单位 写那个 Int onSign的类型 来修改 Altable 谁呀 固执掉 然后 Change 谁呀 原来叫什么呢 叫这个 CatName Cat下方线 Name 然后给它改成 CatID 什么类型呢 Int onSign OnSign的东西 G G N Int onSign的 然后 Not Name 好了 走 没问题了吧 来 咱们接下来再去 DESC 是谁呢 固执掉 大家看 这个的类型 和咱们DESC 固执开启 这个ID的类型 是不是已经是一样的了吧 那么接下来就具备了 你们两个数据 是完全可以存相同的数据的条件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俩就囤的数据 就不会有差距 好吗 这个可以 但是大家也没发现个问题 发现个什么问题 我明明刚刚花了好长时间 已经成功的把它给成了ID 已经成功的把这里边的数据类型 是不是给成了和它数据类型 是不是一模一样 但是出现了个什么情况 你看出现了个什么情况 这里边是不是依然没有12 你明明把这个数据类型都已经给它 就是把这个的数据类型和这个的数据类型 是不是都已经设成相同了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还能写12 第一名他们俩他没有关联 两种方式 第一种 你在你的程序里边插入数据的时候要判断 我接下来要插入一个12了 我想判断判断这里边 有没有12这个组件 这个值啊 有 我就插入 要是没有我就不插入 这是从程序的角度上来去衡量 第二种方式 干什么呢 让这一个字段 是外界 然后让他引用 是这一个 请问将来是不是他们俩之间有关联了吧 这里边插入了任何数据 通常必须在这里边必须存在 那么将来这个事情就解了 你说这个道理吧 那么怎么做呢 就是因为你这里边不是外界 所以说他才可以随便插入 那么只要咱们把这列修改成外界 请问这个是是不是就解了呀 所以说这就很尴尬了 怎么去弄一个外界呢 来咱们看一个新的质点 想要有一个新的外界 同意吗 很简单 就用这句话 Alt T宝 Alt T宝是谁啊 故事 Az Foreign Key Primary Key是什么意思啊 主见 那么Foreign Key是什么呢 外界 那么外界这里边写上什么呢 写上 应该是这个啊 想要咱们的Kate ID 想要咱们的Kate ID 那么接下来 Reference 就是说 我这个 我这个故事表里边的这个字段 它和哪一个表里边之间有关联呀 Reference 你可以认为是引用或者是关联 和这个表里边的这个字段进行关联 这么说能理解了吗 那么这种时候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咱们来一遍啊 Alt Table Add Foreign Key 然后 这个Foreign别写错了啊 我在这对对啊 这个很容易写错啊 Alt Table写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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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表明啊 GOOSE Alt Table GOOSE 然后Add Foreign Key 然后哪一个字端 Kate ID 然后Reference 应该是怎么想啊 然后哪个表里边的哪一个字端啊 GOOSE Kate 这个表里边的ID字端 你说是他吧 好了 三二一 都 Count Add or Update Achild Raw 就是他不能更新或者是添加一个新的一个行 A Foreign Key Constraint Fail 这相当于失败 Cyfe呢 因为咱们这个已经是12 当我添加成外界的话 请问是否意味着他接下来要全部都检查啊 那一检查这个GAME就不行啊 所以说和他是不是去飞了呀 你插不进去 就是你现在给你添不了怎么做啊 3了 对 来Delete 谁呢 from whose 然后 where ID 1 等于啊 23 3了 通过来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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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故事 咱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那个12的已经被我删掉了吧 被我删掉了 我接下来我再就插入这个外界 懂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他说了是不是22行生效 意味着什么啊 是不是相当于他已经把在22行的红头到尾 是不是都已经检查完了吧 都已经进行了关联的对比 那么这个时候 你接下来如果再插一遍这个数据 来同吧 咱们找找啊 咱们刚刚插入那个数据在哪呢 过了过了过了这 对 把这个再插一遍 这个时候还得注意点是吧 有一个地方是失败了 因为他有个列 咱们那个列是不是还是叫brand brand name 走 大家看 是不是你这种时候是不是插不进去了吧 他不是说 他不是告诉你不知道这个列了 而此时是告诉咱们刚刚看那个现象 就是因为咱们插那个外界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了吧 你插入这个12 不好意思 他和另外一个表里面没有任何关系 不好意思插不进去 请问 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讲 是不是就限制了这样咱们插入一个数据了吧 这就相当于让数据呢将来更具唯一性了 不会再出现一些错误的情况 我有你没记录 对吧 比方说同伴 你每天在去中午在吃饭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来谁的谁 来一份15块钱的什么什么 来一份20块钱的什么什么 来一份30块钱的什么 点菜的那个永远在点菜 而那个厨师是不是在炒菜啊 我明明点了菜 但是你没做 那么讲了这个就尴尬了吧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所以说要保证唯一 一般的真正的大这个餐厅里边 是不是都是用那种点菜机啊 我点了菜之后呢 你只要没上菜 那个厨师里边 它会有个显示器 就显示在的菜还没做 是奶和桌的 它都会显示 所以说保证数据呢不会出错 好的 到现在为止 我刚刚是不是给大家添加了一个外件啊 我问一个问题 外件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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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件起到的作用就是 来确定这列里边的数据 和这个列里边的数据 进行一定的对比 听懂的意思了吧 通通的就是对比 你来那个值 比方说你来的404 但是我这里边没有404 这个怎么着 哇 这个就不对 你插不进去 这就是外件 听懂我意思了 那么咱们刚刚呢 多了一件事情 多了一件事情 咱们总结一下咱们刚刚做的事情 原来是只有一张表 我呢 我呢 又新加了另外一张表 把这里边的台式机和笔记本 然后呢 插入到这个地方里面去了 然后 我让这里边的台式机和这个笔记本呢 进行匹配对应 把这里边的401插到这里边去401 把这里边的402 是不是插到这里 是不是402了吧 再然后 我把它的类型 由原来自不串 给它改成了和这个类型一样的 再然后 我为了防止 接下来你在这里边插入数据的时候 插入是非法的数据 我是不是让这一列和这一列有关联 是不是把这一列是不是设成了外件 这是咱们刚刚做的事情 对吗 接下来我给大家个要求 咱们大家思考思考 所以做 这个原来是Catenin 我已经成功的 是不是和这个表里边的这个 是不是进行了一定关联 那么按理说 既然这个是商品的分类表 那么这个是不是商品的品牌表 那么也就是说 把这个字段 和你新建的那个表里边的字段 进行一一对应 然后把这个update Alt 给它更新了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把它和另外一个表 是不是进行一个外件的一个关联了 接下来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 你去试一下 把我刚刚走的流程 你按了这个 你走一遍 体会体会 啊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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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